作词 李涛 作曲 李涛 作词 李涛 作曲 李涛 作词 李涛 作曲 李涛 还记得你小时候邁吗 说要放过那不够的蔷薇 还记得你小时说的话吗 你许下的承诺 还在不在坚守 又过了一岁 转眼间我长大了 好像去寻的朋友也少了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啊 他在这身上 他总说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啊 我们在梦想的路上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啊 我的朋友你还好吗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啊 我们在梦想的路上 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啊 还有他 他还好呢 我怕你还好吗 你在哪儿啊 我怕你还好 你还好吗 爸 你们咋来了 倩倩说 今天晚上还要跟你一块儿住 还要跟我住 我昨天睡得特别好 所以 我还想和舅舅在一起住 行 行 今天上午那会你去了吗 去了 你像谁 那还用说吗 当然像了您了 你想要千万不要跟我耍心眼啊 怎么会呢 您可是我亲爸呀 爸 您拿那么多东西能吃得了吗 谁是我吃的 记着啊 明天接他 千万别迟到了啊 放心吧 舅舅 走 送我回家 等会儿 您老爷还没走远呢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 这回车向前和他老丈人的嘎嘎 是彻底解不开了 那您这么一说 我还挺佩服车主任的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玉珊 好样是田叔 不理他 咱吃咱的 叔 吃饭呢 玉珊 你出了一下 干吗呀 那个 你出了一下 我跟你聊几句 好话不备人 好话不备人 备人没好话 你就在这儿说吧 那个 我 婶 我吃饱了 叔 您进来坐着落吧 这还真懂事 来 玉珊 你看我给你拿着 我给你拿着三瓶锅子 好香啊 那个 玉珊 我能蹭口饭吃吗 谢谢啊 谁让你坐着的 嗯 行 那我就站那 喂 喂 姐夫 你在家吗 我在外面办事呢 爸爸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想和你一起睡 倩倩 爸爸在外面办事呢 可能得晚点才能回去 你今天晚上跟舅舅睡啊 那你早点回家不行吗 这个可真说不好 你让舅舅接电话 我听着呢 姐夫 我晚上办事可能得晚点回去 你跟倩倩一块睡吧啊 知道了 天倩们 你爸回家来了 行了 赶紧吸一吸吧 今天跟祖宙睡啊 我不想和你睡 你还是把我送给老爷家吧 送我回家 那你老爷要问你 咋说啊 我就说你不洗酒 把我给熏回来呢 这就傻破孩子 咋说话呀 玉珊 你就让我这么一直站着 别跟我说话 我烦着呢 玉珊 你别生气了 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谁敢伤你的气啊 谁敢伤你的气啊 你现在是大经理 我哪敢惹你啊 你就别挖苦我了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吼了 行不行 那你说 孙晚会的通知怎么办 贴 我明天亲自贴到水晶厂大门口 前脚贴 后脚撕是吧 敢 谁敢撕我跟他没完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我向天发誓 这还差不多 坐吧 来 好香啊 我再吃一肚干了 拜托我 我是村委会的副主任 当然要支持郑主任了 得罪就得罪 行 抽空我回去 要是发现你没那么忙啊 我饶不了你 行 好 快忙吧 拜拜 谁呀 我 不 主任 吃饭呢 放了 主任 您 您 您坐 不过 您包包包紧上 不用 不吃了 我来问你个事 实话实说 啥事啊 听说你去于静好家吃饭 吃出个苍蝇 主任 那苍蝇可不是我放的 我说是你放的了吗 你说你咋就跟这苍蝇这么有缘呢 咱老能吃出苍蝇呢 敢巧了呗 主任 他们那饭馆你得好好管管 服务态度特别恶劣 那卫生更是一大糊涂 你说这是我吃出苍蝇来了 那乡里相亲的 我吃个哑不亏 我啥也不说 你这儿外人出来咋办 主任 您的面子往哪儿搁 咱想唐山的面子往哪儿搁 你这觉悟可见长了 活到老 学到老 这个人是吧 这不就是锁吗 俞俊还是他们家饭店的锁吗 俞俊还是他们家饭店的锁吗 这咋给锯了 锁岩也堵了 进小偷了 小偷给锯开了 你说这小偷也够有意思的 这锁都给锯开了 还把这锁岩给堵上了 你说这干嘛呢 太奇怪了 丢啥了呀 丢了不少酒 还有些其他的东西 加在一起三千多块钱啊 你愁我干啥呀 这不是我干的啊 真不是你 真不是我 那我就放心了 静豪啊 你现在可以去村委会调监控啊 查到人以后马上报警了啊 主任 他那饭馆安监控了 不是他饭店的监控 村委会的监控 那摄像头正好是对着他们家饭店门口 肯定能发现那个 翘锁拘锁的人 你别闹了 我从那儿走我都没瞅见 你才回来几天哪 那个主任 就是 堵锁岩犯法吗 堵锁岩不犯法 但是你翘锁偷东西这可就犯法了 警察抓了直接判刑啊 那个主任我我我我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那个主任我我我我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我觉得这个 剧所跟你堵锁岩 是两个人干的 就俩人干的那叫同伙 都有刑事责任呐 违法了都是 没事 不是你就行了 我一开始啊 还以为是你跟这两口子闹着玩呢 行了我走了 主任你等会儿 那就是我跟他们闹着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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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余震 你干脆辞职跟我干得了 我雇你给我当秘书 你咋想那么美呢 那你干副总经理也行 我在村委会干得好好的 我哪儿都不去 他车向前就这么折腾 你们村委会有一个算一个 早晚会被他连累的 如果水泥厂 真像车向前说的那样 怎么办 如果真像车向前说那样 不用他来关 我自己主动就关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我们水泥厂 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 完全是合法经营 这不是故意找我这茬吗 哎呀 你们两个就是上辈子的冤家 都怪我瞎了眼 当初怎么让我闺女嫁给她了 后悔了 后悔了 我现在常常都悔清了 说的是心里话 心里话 我承认 这锁眼是我堵的 这锁绝对不是我锯的 是我锯的 你锯的 那你家丢的东西怎么回事 啥东西啊 就是你们家饭店不是丢了三千块钱的东西吗 没有啊 我要不这么说你会承认吗 那摄像头的事也是假的 对 这叫兵不厌诈 静涵 回头你们家饭店赶紧按个监控 防止这小子再去捣乱 是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主任啊 你咋能骗人呢 你干的那叫人事吗 好 从前有个灰姑娘 这一天她在自己家地里收麦子 本村的赵大爷走过来对灰姑娘说 灰姑娘 你知不知道 过几天 林村就搞一场盛大的庙会了 那一天村长的小子也去 这小子个儿非常高 长的是人无人流来 灰姑娘问 老爷 你讲的是灰姑娘吗 我怎么感觉这事就发生在咱村呢 你管哪个村的故事呢 意思差不多得呗 你听我继续跟你讲 这个灰姑娘 算了吧老爷 我不听了 你讲的故事还不是我爸讲的 你爸讲故事跟老爷讲故事 简直是无法可比 你见 老爷跟你讲个压箱底的 你妈从小就听这故事长大的 老爷 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我不说话你睡不着觉 只要你不打扰我 我就能睡着 行 老爷不打扰你 欠欠 你知道吗 京剧舞台上 管大街叫大斋 知道吗 好 爸 还不回家吗 嗯 坐吧 你帮我分析分析 如果你是车向前 你会怎么办 我 我也不知道呀 要不你找田叔商量呗 啊 我信不过他 车向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说 他会不会找环保局的人 给咱来个突然袭击呢 这 也不是没有可能 嗯 你安排一下 从明天开始 水泥厂生产 改成三班岛 另外 再组织人把厂子周围的环境 打扫一下 运水泥的车 都盖上帆布吧 好 没事了 你回去吧 哦 对了爸 上次你让我查查资料 嗯 想要彻底根治水泥厂污染的问题 就是在厂子上面盖上个大罩子 然后再往里安装储存过滤系统 这样的话 就不会影响周围环境了 你估计要多少钱 保守估计也得几千万 几千万还保守估计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 这水泥深厂本身就是一种污染 只是污染大小而已 算了 算了 还是先三班倒吧 嗯 你回去吧 那你呢 我再待会儿 mun replaces 漫没看 嗯 行 没有啊 哇 Can 您好 您好 我是小唐山村委会的车向前 这几位呢 都是我们村委会的成员 辛苦了啊 这时候我们环保局应该做的 走 屋里喝点水 您太客气了 如果您没有别的安排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也行 那你看我们去几个人 用不着全去 给我们安排一个领路的就行 那我去吧 我熟 要不然我去 我最熟了 我去吧 我 走 我不熟 我看家 进来 你跟我去吧 好 我们走了 好 走 您慢点 早安 心无疼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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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啊 苗哥 你咋还戴口罩呢 安全第一 这车还挺好看 这车多少钱啊 一千五 这个呢 两千三 那个呢 你别问了 就算我说五百 你买吗 买 买啥呀 你买个自行车还多少钱呢 要不这么着 你收我一辆 等我发了工资第一时间还你 你上班了 没有 正找着呢 行不行 不行 上回买的方向面还没给钱呢 你就抠吧你 你忙吧 买瓶醋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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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人啥呀 市里的环保车来了 听说了 来就来呗 我估计是奔咱们厂来的 我知道 让他们查 随便查 那万一查出污染怎么办 没事啊 咱有执照 咱们是依法生产 环保局也管不了咱 我怎么感觉心里没有底呢 我有底 你确定有底吗 应该 没什么事 我现在更没底了 算账 哥 你不是说要买醋吗 这是酱油 我就买酱油 多少钱 三块五 放松 32 他们水泥厂现在还在生产吗 生产吧 一天没厅 真是胆大包天 平时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平时这都是水泥场飘过来的白烟 呛嗓子着呢 你看啊 往常这儿都是种你庄的 现在啥也长不出来了 全是杂草 离水泥场越近 情况越严重 好的 那咱们开始检测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任 刘首夫和田叔来了 看见了 你先撤 我掩护 撤什么撤 爸 刘叔 刘叔好 田叔好 这不是车主任吗 这是干嘛的 市环保来对咱们水泥厂附近 做一个环境检测 同志们辛苦了 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水泥厂的总经理 我姓田 这位是我们水泥厂的董事长 你们好 要不各位先到里边喝口水 不用了 谢谢 这个可以这么说 这个水泥厂 是我亲眼看的建起来的 你说对周围的环境 一点影响没有那不现实 但绝对没有传说那么严重 这附近啊 树上啊 房子上啊挂点灰很正常 你自己压盖个房子 还有灰呢 对对对 为了避免污染 我们在车上都盖了帆布了 你看 这车上盖着帆布呢 那我们能进厂子里面去看看吗 没关系 随便看 好 走 好什么好不好 环保局的同志可以进 你们俩不能进 没事 那你们去吧 我们俩在这儿坐着等你们 好 好 那我们拿一锡进去 您不记得着 咱们这儿 可不得着 你这儿 还没关系 还等下这儿 我啊 我吧 你说我 你这儿 你这儿 我呢 还向你这儿 还等一唉 我呢 你这儿 你说的 你这儿 你这儿 这儿 不会 主任 我们已经检测完了 多久能有结果 大约一周左右吧 行 赶早不赶晚啊 行 我们会抓紧时间的 等报告一出来 我会立即跟你们联系 好嘞 谢谢啊 那我送你们回去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俩溜达就回去了 好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啊 再见 再见啊 慢走啊 主任 主任 咱也走吧 人家走了 咱也回去吧 聂哥 聂哥 走 你这大弟 这你都能认出来 你就化成 你长这么帅 能认不出来吗 怎么戴个口罩了 预防污染 你来干吗 我找主任 不在呢吗 他不在 去水泥厂了 水泥厂 找刘叔夫干上去了 你整天围攻天下不乱 你有操别人闲心的工作 怎么不琢磨琢磨 怎么把自己日子过好了 我怎么没琢磨呀 我天天琢磨就这事儿 还啥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 回去快了吧 那我坐这儿等他 应该等一等吧 哎 杰哥 你送的电视 是不是修过呀 啥意思啊 看人老虫眼 拍得两样就好 你说你这人 送你还不送个好的 你还送个旧的 你要是旧的我也认了 你还送我个坏的 你们家用的别的电视 我给你换 送你是情分 不送你是本分 嫌电视不好啊 自己挣钱买去 哎 那儿没嫂子 嫂子 嫂子呀 你嫂子 我几啥走啊 我来给你送我 找你送你送你送的 天总好 您好 英子 田经理好 你可别这么叫我啊 鬼别扭的 你现在是经理就得这么叫 咱俩单论 你还是叫我小梅吧 上班的时候我叫你田经理 下班了我叫你姐 对了 你以前不是在别的酒店干的吗 人家的大堂经理都是怎么干的呀 别的经理就是啥也不干 看谁不顺眼就骂谁了 就干这个呀 反正 反正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没事找事 好像明白点了 姐 你能不能跟上面反应反应 赶紧再招几个清洁工 现在就我一个人 我都快累死了 我倒不是怕多干活 关键你得涨工资啊 宝洁 三楼二三零一到二三零五的客人推方 你去检查一下 然后把卫生做了 收到 姐 我去干活了 好 赶紧去 文字幕订队 请问订阅 不接车 让个混音 en 在哪里 好 车主任 周镇长 您来了 顾主任 车主任呢 他去淑云厂 跟他老丈人干账去了 干账 别听他瞎说 先跟我进屋吧 走 小冒 看看谁来了 周镇长 孟副主任好 您就别拿我开心了 您怎么来了 我来了解一下 您的工作情况啊 镇长 那你先坐一下 我去给车主任打个电话 好 他要是有事就让他先忙 别催他 好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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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孟善 还习惯吗 习惯挺好的 有没有在这儿受欺负啊 没有 倒是关我欺负他们了 镇长 您这次来 是为了水泥厂的事吧 是啊 是不是有人去镇里告状了 告状了谈不上 就是跟我反映的一点情况 谁呀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是不是田茂山 老大弟最近没去难道事了 没有 饭馆里装上摄像头了 估计他以后啊 不敢再去呢 喂 我马上回去 咋了 收阵哪了 哎呦 哎呦 老大弟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我可看你半天了 说你尝尝 奶油味的 倍好吃 吃什么吃啊 你把地上的瓜仔皮都给我捡起来 我扣完了 一块儿捡 周镇长来了 你没看着吗 赶紧走 周镇长来了咋了 我扣瓜子不犯法 你知道啥叫丢人现眼不 不知道 苗大弟 你找车主任到底什么事 跟我说说 要是能办 我就替你办了 我想让主任帮我找个车主任 赚钱的活儿 你能办吗 这我办不了 我就知道你办不了 你别哄我啊 你哄我也不走 我给你找个工作 你愿意去不 啥工作呀 养鸭子 请进 小梅 王总 有个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来来来 坐下说 谢谢王总 王总 我想跟您反映个事 说吧 咱们酒店现在就一个保洁员 那么多房间都需要打扫 就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能不能再招几个人呀 刘凯璇跟我说过了 现在保洁员不好找 她也正在想办法 从我来她就说在想办法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她啥办法也没想出来 为啥别的地方都能找到保洁 就咱这找不到呀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找工资 现在我们保洁员的工资 是一个月三千五 别的酒店最多开到三千二 我们开的工资可不少了 何况啊 如果我们给保洁涨了工资 别的部门怎么办 如果大家都要涨工资 那可乱套了 我明白 王总 我想了个主意 也不知道行不行 说吧 在所有的保洁员招来之前 公司所有员工都要轮流做一天保洁 就像学校的职日生一样 什么时候保洁着齐了 这个计划就作废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让大家都明白 保洁工作的重要性 要不然 总有些人瞧不起保洁 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有道理 就按你说的做 这件事你全全负责 谢谢您支持我 王总 您也得参加 我 我就算了吧 您是领导 得以身作则 那好吧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队长 您喝水 好 谢谢 听孟山说环保局的人来了 对 对 水泥厂周边进行了环境检测 队长 你不是来给他们说情了吧 我只是想给你们一个建议 当然了 听不听还是由你们自己研究决定 您说 我建议你们暂时缓一缓 客观上讲 想要汤山水泥厂为你们村 乃至整个镇的经济发展 都做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 如果关停水泥厂 经济损失怎么弥补 这个我会再想办法 想要汤山好不容易摘到了贫困的帽子 这里还打算恕你们村为典型 你说你把水泥厂关了 你们村还剩啥 你说你想办法 多久才能想得出 即便是你想出来 可以替代水泥厂的产业 那它多久才能创造经济价值 这期间 水泥厂的工人怎么安置 荒废的水泥厂又该怎么处理 是 儿子 妈 兄弟 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了 这几年不见 你也越来越帅了啊 你咋来了 儿子 他刚从城里回来 一直没找着活干 我想让他到咱们鸭厂 来帮帮忙 杉儿 兄弟 你不反对吧 他就是暂时过渡一下 人家找着好的工作 马上就走 对吧 大弟 干吗走啊 婶儿 你不知道 我这人从小就在吃鸭子 在鸭厂工作 那太对我胃口了 对你胃口 不是 太对我口味了 太对我兴趣了 兴趣 儿子 你同意不 您都定了 还问我干吗 婶儿 我兄弟没不高兴吗 你好好干 他就高兴了 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干 行 我离你到四处看看 正好熟悉熟悉 货车还盖上帆布呢 可不是吗 我感觉 这刘首富 好像知道 魂宝局的人要来检查是 他是怎么知道的 是呢 难道有人向刘首富 通风报信啊 可不是我啊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又没说是你 如果真像你说那样 那刘首富他们提前 就做好了准备 杰哥 你说万一这检验报告下来 水泥场没污染 怎么办 那 那村委会就麻烦了 甭管能不能查出来 车主人这日子 肯定过不踏实 别 Status 郑长您喝水 嗯 嗯 Bots vem uh model 您这一来我们水泥场 是溷壁升辉啊呀 刘总客气了 周镇长 您有什么指示吗 指示谈不上 就是想过来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好 您说 刘总 我想跟老田单独聊聊 你看方便吗 方便方便 那你们先聊 老田坐 来这之前呢 我去了一趟蹭影会 车向前肯定没说我好话吧 你还真猜错了 向前说了你不少好话 他能说我好话 我才不信呢 我听向前说 环保局的人来过 是 那你又不担心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手续期权 完全是合法精灵 如果环保不达标 老田 我也帮不了你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同意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苗大帝 怎么样 挺好的 婶儿 你还没给我收工资呢 我不能白干呀 你在于晋海的饭店 一月给你多少钱 一 两千 行 每月我也给你两千 适用期一个月 给你开一千 每个月的工资呢 月底节 管吃住吗 管吃住吗 没停 你呀不停 买了 你不行 你应该不能转 你不能买 你不用了 你别过去 你不能让我 teru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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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